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时间 某马戏团红得不得了 每种动物都会表演一套精彩的节目 使得每天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寂静的夜晚 满座的观众早已离去 马戏团的团长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去好好地睡上一觉 就在这时 有人来拜访了 因为素不相识 团长问道 您是谁啊 我是刚才看马戏表演的人 演得实在好极了 像兔子爬树什么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真是妙极了 听了他这番恭维话 团长倒颇有点飘飘然了 连本想说的 我累了 请您快点回去吧 请您快点回去吧之类的话 也给忘了 是啊 如果大家感到有趣的话 那真是没有比这再叫人高兴的了 人人都很喜欢啊 那只看上去很凶猛的老虎 竟然像猫似的迅顺极了 虽然我还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办法 可您能把它们训练到这种程度 那就该称得上是伟大的天才咯 由于被过分地称赞 团长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 他兴致大发 喋喋不休地讲起训练方法 训练动物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不过 在制作训练装置上 却煞费了苦心 花了好多岁月 也曾几度失败 说着 团长拿出只手电筒样的东西 上面装有一个标度盘 以及一些形状复杂的线圈 那人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个玩意儿 一边问道 这 这是什么 简单说来 这是一种用电波给动物时催眠术的装置 您看到了吧 在标度盘上画有许多动物 也有猫呢 把刻度对准有猫的地方 然后朝着老虎一按电钮 于是老虎受到催眠 会信以为自己是一只猫 有道理 原来驯服动物是这么一回事 在马戏团里面 还有会洗衣服的狮子呢 是的 您也许会看到会打零的牛 会跳跃高台的猪吧 那都是靠这个装置起作用的结果 另外 要想使动物恢复原状时 只要对上零的刻度 按一下电钮就行了 团长得意洋洋地解释一番 那人听着听着 不由地探出身子 两眼放出光芒 这么说来 只要有了这种装置 谁都能马上办起马戏团了 请务必把这个装置让给我 不行 这是我好不容易制作出来的东西 这个玩意儿 随便人家出多少钱 我也不能让出去 团长一口回绝 可那人仍不死心 我真是想要的不得了 假如你真的不想让的话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 想要扑过来 可谁知团长早已按下了 训练装置按钮 接着 团长一边收拾起装置 一边自言自语的 哎呀呀 这个粗也无理的家伙 我要惩罚他一下 让他也像这个样子 在马戏团里干上一阵子 第二天 马戏团里又增加了个颇受欢迎的演员 那可不是动物 而是一个善于模仿黑猩猩的丑角 他学得可真相 他学得可真相 简直同真的黑猩猩 毫无两样 嘿 怎么会学得那么像呢 观众交头接耳 破绝不可思议 但又极其高兴的 拍手鼓掌 欲望 催使人在生活里前进 失控的欲望 也催生贪婪 当人们被追求的东西 遮住理智的眼睛的时候 也就成了 世间的小丑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眼 都已经洗尽 费力好几年 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 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 每年生日比延续的远 能有几个可以灵眼 人总会变 抱歉 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可有人上来就被叫做少爷 有人只能看着地面 抬头都是些昂藏的嘴脸 理智要做社会的牵连 可总是摆在实力的面前 非复之言 抱歉 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 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 从今天起远离人群 做一只狡猾的狐狸 那天无双手合适 看着镜子里浪费的自己 我用了一半的青春 来思考做人的道理 对不起 年少的自己 心千万里 再别忘了初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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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什么可以不可以见